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这是别克的E4 是我个人认为别克新能源SUV里面最好看的一台 因为它足够年轻而且带着一些溜背造型 但是它好不好开呢 这次别克拿出了之前还没有对媒体公开试驾过的GS版本 E4的GS版本其实跟普通版本在外形上也是有一点差别的 外观方面E4用上的是别克新的家族式的设计 分体式的大灯看上去很犀利 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有GS的小标 跟着镜头来到侧面 它用上了一个更大的20寸的轮圈 配上了一个24550R20米其林的一号月轮胎 它的卡钳颜色也会更加独特 后面车尾的造型设计非常好看 拥有两段式的尾翼溜背造型呈现出来的年轻感很好 再加上尾灯用上的是一个贯穿式的设计 并且点亮之后观感特别的好 那除了外观上的差距 GS分为普通的GS版还有长续航四驱版 目前来说这一台普通版本的续航里程 跟其他车型一样是530公里的 那如果是长续航四驱版的话可以去到620公里 整体的驾驶体验或者动力感受都会更强 包括它是一个四驱车型 所以在某种路况下它也会有更得心一手的表现 其实在530公里的这个普通版本上使用已经是非常够用的了 动力体验层面其实在夏季对新能源车而言很多人会担心 我们在一个高温高压大功率输出的状态下 车能不能够持续的保持高水准的表现 那么光说是没有用的 我们直接把这个场景拉满 我们现在体验的项目是高环 让车辆体验一下在这种大功率的情况之下 它的安全性它的耐久性 并且在这种过程当中它能够持续多久 在通用的这个测试环节 他们是需要这台车在急速过程里面去保持超过30分钟的 这台车在这种高速过程当中 我自己觉得比较喜欢的点在于一稳定性 二就是它给我传递出来的这种非常好的NVH效果 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用户 更多的更实际的更贴地的可以去体会到的东西 落地一点 E4的动力表现是很温柔的 这种传统大厂在调教风格上 实际上是一种很贴近油车的感觉 油门踩下去整个过程很温柔 并不会很躁动 基本上是一个线性的加速过程 那当然了 它也有运动模式可以给我们解锁 更暴躁的一种驾驶感受 至于它的单踏板模式 其余之外 它是没有一个动能回收的等级给我们选择的 我自己的体验是松开油门之后 它会很快地进入到这种动能回收的状态 整体的过程还是需要适应 我个人不太建议大家去使用单踏板模式 养成脚回到刹车的这个肌肉记忆 对于我们驾驶安全而言还是最好的 而且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功能 在左手这里有一个拨片 拉下去的时候 会直接激活它的动能回收 来帮我们达成一个刹车的效果 在我们快速的情况下去拨动它呢 会有一点点的突兀 我个人非常建议这台车在慢速过程中 使用它去达到一个刹停的效果 因为它刹停的过程非常温柔 配合上它的自动驻车 甚至整个过程脚都不需要参与 那单来脚还是放在刹车上啊 底盘而言像通用这样子的传统大厂 其实在调教底盘方面是很有心得的 其实底盘调教不仅仅在于舒适度的体验 更多的或者说更基础的 是在于安全 在于耐久性 夏季测试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 跟测试项目就是砂石路段的行驶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在这种砂石路面一记绝成的样子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底盘舒适度 在开快起来的时候 是有一种相对比较淡定的感觉 基本上我是知道我在砂石路面上走 底盘呈现出来的感觉是比较高级的 这种舒适度 是我觉得我们开着这台车去到野外 去感受这种砂石路面驰骋的时候 会有一种很舒服的快感 炎热的夏季 大家有没有想过车辆在制冷方面 或者说在怠速过程中 它的制冷效果怎么样 厂家到底是怎么样 在出厂之前去做测试的 在泛亚的这个夏季测试场里 有一个实行广场 还有城市道路的一个项目测试 它是以一个极低的速度去行驶 并且要不停地打方向 不停地走走停停 它可以测试这台车 在夏季的过程当中底盘的一个耐久程度 也包括我们在不停地转向过程中 这个转向助力能不能够一直保持 并且让我们舒服地去使用它 同时起步也好 减速也好 整台车能不能够温柔淡定 和它的空调 在怠速过程当中能不能够表现出 非常好的一个制冷效果 那么目前来说 其实像奥特能平台之下的这些车型 它的空调压缩机是达到45cc 是目前来说新能源车的第一梯队了 使用起来我们即便是在很慢的速度之下 制冷效果也是OK的 你能想象到这些车在走出夏季测试场的时候 已经经历了多少的磨练 身经百战 那无论是底盘的表现也好 或者是我们在转向动力方面的标定 实际上工程师都做过很多轮严苛的测试 那基于奥特能平台之下 这台车其实在安全性 在耐久测试性 然后在经济性 还有动力表现方面 都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通用在这一方面 其实也是比国标更加的严格 那除了动态体验方面 在日常驾驶过程中 依次还是表现出了非常多的细节 比如说三角窗 在视野上的体现 比如说整个方向盘 打方向的时候 一个很柔顺 很舒服 很线性的感觉 并且它的NVH表现也很好 不过大家会看见 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 下机测试过程中 内饰在暴晒之下 或者是电器元件在暴晒之下 都能够保证很好很好的实用性 必须要夸赞这个大联屏 在这样子的暴晒环境之下 摸起来是有点烫 但是整体的流畅程度表现的特别好 而且它的精致程度很高 基于8155芯片之下 再加上5G数据的加持 这一套车机 用上去的体验是非常好的 再加上它是支持无线CarPlay的一个全生态场景 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多功能可以去使用 包括了语音交互系统 通过语音可以让它给我们安排很多的事情 包括了打电话地图 然后查天气等等的功能 它又包括酷我音乐喜马拉雅爱奇艺 这些我们常用的APP都集成在了这一套车机之内 再加上HUD的抬头显示 科技感表现这台车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在内饰设计方面呢 它也用上了一些独特的配色跟用料 摸上去的质感有 看上去的观感也是赏心悦目的 最重要的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实体按键 空调的实体按键给到我们 在开车过程中除了你可以用语音操作之外 也可以通过盲操去实现空调的调节 另外方向盘上有很多的多功能按键 在开车过程中可以很方便地实现 自适应辅助驾驶包括电话 包括甚至方向盘加热都可以轻松解决 再加上方向盘后面是有四个多媒体的多功能按键 左边可以切换音乐 右手边可以切换音量 还有一点音量旋钮 这个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前排有通风加热并且有两档的座椅记忆 调节空调出风口意思给了一个小拨杆 我们可以很优雅地调节 它在这个出风口的位置 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把手机塞进去 做一个急速的降温 那在放手机方面意思准备了很多地方 除了刚才那个急速降温的地方之外 在中控这里有一个断崖式的设计 前方可以放手机也可以放一些卡片 而且这台车用的是一个卡片的钥匙 在背架的后面中央储物箱这里 也有一个无线充电板 手机塞进去之后 它会有一个固定的装置 是具有散热功能的 通用系的怀挡都做了安全冗余的设计 并不是简单的上下波 可能我们要往回拉一拉 才可以去执行换挡 然后通过怀挡解放了中间的储物空间 整台车在前排坐起来 体验感是很高分的 从Lyric开始 奥特能平台已经给了我们不少的惊喜 以高于国标安全标准的要求 去打造的奥特能平台 拥有更强的安全性耐用程度 同时它在电池电量的经济性 和动力表现方面 也取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平衡 Lyric也好 E5也好 E4也好 奥特能平台下的车型 在外观 在内饰 在科技程度 还有在新能源车 应该有的这些新能源表现方面 都展现出来了不错的产品力 在夏季测试过程当中 这样子的严苛考验下 也可以很轻松的应对 那不知道你会不会选择 这样子的别克E4呢